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姐正在吃它从湖南带到上海 再从上海带来西班牙的火龙锅 我现在已经好像可以看到一点点日出的那种海平面了 现在外面是这样的 你看那边是太阳的微光 下降的越来越往下了 刚才还什么都看不见呢 我们现在出来了 然后在等品牌方那边接我们的人 他还在停车 哈喽 没事 我们到酒店啦 司机大叔在帮我们拿箱子 谢谢 拜拜 然后酒店还有工作人员在等我们 帮我们办理入住 他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很好逛街耶 而且这边好像是退税退的蛮高的 我可以疯狂购物了 我要吐槽一下 我们在这等办理入住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西班牙人的速度 非常优秀 好啦 我们到我们的房间啦 这个房间的位置比较好 他在商业中心 特别适合逛街 这个床是并在一起的 床上还有品牌方给我们准备的小礼物 给你们看一下 伊斯丁的安平 这个里面是 哇 好多东西 这个是什么 哇塞 全是英文的 我又要文盲了 Body wash 啊 我看懂了 身体乳 不是什么身体乳 那个沐浴露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款防晒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主推瓶 那款销量超级高的防晒 但是是一个新的五星包装 这个是什么呀 好像是眼部的产品 这个是洗发水 哇 他们还有牙膏和牙刷 我的妈呀 好了 没有了 嘿嘿 开讯 我已经把电脑放好 然后要我先处理一下工作的事情 然后等会儿吃点东西 到下午四点钟 品牌方那边才有安排 然后晚上他们有一个欢迎晚宴 好 那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我先开始工作了 孙姐正在帮我运衣服 她把我的衣服全部都拿出来了 她给我一件一件的运整齐 这就是一名优秀的助理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 然后呢 是去参观 他们伊斯丁的公司 还有他们CEO会和我们见面 然后晚上会在酒店一起用餐 哇 我觉得我现在跟前面 简直是判若两人 然后这是我的随身助理 大家多多照顾 新来的 还在试用期 好 我们要上这个大巴 哈喽 哈喽 你们到了 这个算是他们公司下面的前台 然后这里有一个欢迎我们的铺片 然后这个地上的五角星是他们得过奖的一些产品 一 二 三 三 三 JDC 我爱你的肌肉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正式 两三天的时间呢 大家在很多的细节里面 然后都能够去感受到伊斯丁 感受到这个公司的科技 感受到这个公司的文化 欢迎你们 嗨 嗨 非常高兴 很高兴 看到你们在这里 欢迎来到伊斯丁 大家好 我是大老田 我是一名美妆博主 然后平时会分享一些自己的化妆心得 和自己的生活 在各个平台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兴的故事 Java和中国的故事 我的比较好看 可以呀 你带一下 孙姐的是疑似性的 欢迎来到伊斯丁 这就是一间障碍 博主会加启提到的 就是美白的一个城市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饭了 我现在已经困得不行了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几点啊 8点 但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 已经半夜2点多了 这个算是浅菜 然后是不同的火腿 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这个是面包 这个面包超脆的 给你们听一下声音啊 咬着腮包子会痛 还好 还没有耽包那么硬 很脆 明天早上我们是9点 9点半在大堂集合 大家可以在这一层 这是吃早餐的地方 哈喽大家 早上好 现在是西班牙的时间 早上7点多 其实我们刚才6点钟就起了 起来之后呢 我就在忙工作 电话 当然是挂掉了 国际长途耶 然后我们等会儿就去吃酒店 吃早饭 今天的行程非常的满 上午是去 Eastin的产品发布会 然后中午我们要去一个据说 非常有名 非常棒的西班牙餐厅 吃西班牙菜 上午的发布会是去山上 然后能俯瞰巴塞罗旦的全景 下午的行程忘记了 然后晚上 我们要去一个游艇上 开party party 我觉得我时差倒的还可以 因为今天我6点钟才醒 倒时差的方法就是 你就要就是强忍着 不要睡 不要睡 等到当地的时差 要睡觉的时间再睡觉 昨天我就是困得一逼 然后坚持到晚上11点才睡 早饭还是在我们昨天 吃晚饭的地方吃 在这个餐厅 这是我先拿的一些菜 孙姐在那儿 孙姐今天穿得很年轻 这家酒店的早餐 我觉得虽然种类不是很多 但是还挺好吃的 大老田在化妆了 卫生间的光线不好 大老田就让我给他架了个 烫衣板 这像不像个戏剧小丑 大老田现在在化眉毛了 面的面的跟着大老田学化眉毛 可是我的眉毛还是化不好 这里是西班牙广场 然后我们现在要上山了 我们现在要步行一小段上山 然后我们应该是要到那个上面去 然后今天我穿的是这样 下面是那个红色的 玛丽苏 不是玛丽苏 叫什么 那种鞋型 然后我今天本来想说 把头发卷一下的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然后就戴了个帽子 我们要在这里拍张合照 孙姐昨天穿的跟个瘦楼小姐一样 今天终于穿的像一个助理的样子 对 打招呼啊 看我完了 看小姐 对 很好 左右看看也可以啊 对 好了 我们合照完了 现在要去会场了 今天虽然没有什么阳光 但是空气还挺清新的 好 现在这边有一个产品的展台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大部分的产品都在这边 这个你们还记得吧 这个就是我去年在视频里面 给你们推荐过的那个防晒水 然后他现在换了一个新包装 这里有一个五角星 其实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改变 主要是有了一个 新的防晒的一个理念 都不一样 对 理念 懂吗 什么叫理念 我真的蛮喜欢 伊斯丁的产品的包装的 特别简单 然后呢 但是又不是那种 没有设计感的 而且很干净 这个是护唇膏 这个长得好可爱哦 然后这边是宝宝用的防晒 他们在母婴这一块产品也挺多的 只是说可能我本人还有 还有你们 我的粉丝们可能不是很关注 母婴这一块可能不知道 好 我们来到会场了 我们就会在这里进行这个发布会 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地方 哇 那里还有个雕像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西班牙的美食 我们现在就做过了 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这种 同声翻译的翻译器 我们贴完发布会了 现在已经快中午两点了 西班牙这边就是 他们吃饭吃得特别晚 中午两三点才吃饭 八九点才吃晚饭正餐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一碗 换了件衣服 因为前面那个衣服太薄了 好冷啊 好冷啊 我都没有带厚衣服 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巴塞的全景 当当当当当 我们现在来吃饭了 这是一个挺有名的餐厅 大家都在这里 这个餐厅好美啊 我回酒店了 本来正常的行程 他们是去参观 那个斯福兰啊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 颈椎实在是不舒服 然后再加上 导时差特别累 再加上 今天特别冷 今天上午有些着凉了 整个人都很难受 所以 我就先回来休息 孙姐 快把衣服收起来 我现在颈椎剧痛 我需要躺几个小时在这 现在是晚上 晚上我们来搞一个party 好 我们要入场了 我对酒没有兴趣 我对食物有兴趣 我要去找食物了 哇塞 这还有小太阳呢 这个照的好暖和呀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 谨慎不振 我里面穿了一个 非常散亮的衣服 但是然后外面有一个外套 但是我不敢把外套脱掉 因为我觉得 里面那个衣服好紧 脱了之后有点显胖 然后外面还有好多游艇 这景色不错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派对 刚才那个摄影师叫我这样 很高 你会有点是 你会有点子 你会有点子 我看你们想 你会有点子 我会有点子 他们在大黄和 �侠们 刚才这一个东西 孙姐吃这个东西 手附了 然后 我负责 吃这个 吃完了之后 咬了几口 立刻抹了出来 他们两个都存在 他们两个都比在这个东西 是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 然后刚才那个东西本来没有 吃那种重心 有 我现在有心 要尝一下这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味道的 重心 太夸张了 放一嘴 你还没放一嘴里面点什么 你闻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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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了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刚刚让孙姐帮我卷完头发 然后我现在要开始擦防晒和化妆了 关注我的朋友应该记得 我去年有强推过这款防晒 那去年我自己的这款防晒呢 基本上已经用空两瓶了 这个是第二瓶 我还把它带来了 还有一丢丢 这个是他们今年的一个新包装 这个是旧包装 新包装上面就是多了一个这个 非常炫酷金光闪闪的5 star daily protection 其实里面的成分和旧包装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五星防晒是他们想表达的一个理念 有一个观念我非常赞同 就是什么是最好的防晒 最好的防晒应该是你每天都会愿意去用的防晒 它的使用感实在是perfect 它里面是这种很稀的乳液状的 擦在皮肤上面超级零负担 你抹开了之后啊 它会有一种比如说变成水的感觉 所以这款防晒叫做防晒水 你们看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我一般就非常简单的这样 如果你动作稍微要快一丢丢 因为它的流动性非常好 我们擦防晒啊一定要擦够亮啊 哎哎哎低下来了 你不要自己别没擦够亮 结果还怪人家那个防晒效果不好 然后它是完全不凶眼睛的 眼睛上也可以用 其实晒黑并不是最可怕的 晒老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一定要重视光老化这个问题 你们看我刚随便抹了两下就吸收了 然后我想和你们说一下 它的防晒指数是SPF50加呢 可能有些人会问它上面没有标PA 是不是不能防晒黑 并不是 PA是日系防晒的指数 那因为这个是西班牙的药妆啊 所以它采用的是那个欧盟的标准 它这个就已经相当于PA3的加了 而且这个防晒目前是天猫销量的第一还是第二 好像是第一吧 所以可见它的口碑和受欢迎程度 好了下面我要开始化妆了 我化妆就不给你们录了啊 其实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这几天 参加活动的一些感受 今天可能来不及了 等我过两天再跟你们说 好今天是品牌活动的最后一天啦 然后后面三天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 自由玩了 今天的安排是上午是去跟 依斯丁的CEO进行一个交流 圆桌会谈 然后下午有一个city tour 去巴塞比较几个比较有名的景点 看一看照照相 所以今天穿的比较适合照相 上面是一个牛仔衣 然后一个这个包包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个包包背出去 下面一个皮裙 然后露大腿 和一个靴子 但愿不会冷 今天有太阳应该没有很冷 这个小丸子是孙姐给我砸的 怎么样它技术还不错吧 下面的卷卷也是她拿卷发棒给我卷的 它这个助理真是越来越合格了 当当当 这一生好活力好少女 好了我们要走了走了走了 现在我们去会议室 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Eastin公司里面的员工洗手间 你们看上面写了什么 如果你对不准的话就请坐下 这也太直接了吧 所以由此看出这个公司的氛围和文化 是非常直接和轻松的呢 好现在我们来参观一下Eastin的公司 我们要参观一下 哇 我的肩毛 这是什么 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视频 我们这里可以自己用那个省衣 好了 在公司的行程完了 我们现在要去圣家堂 然后要走五分钟才能到 哇我们快到了 这是一个他还没有军工的状态 刚才导游说 他没有军工是因为钱的问题 因为这个建筑政府不出钱 只能靠信徒出钱 然后但是现在他说 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因为收门票 然后导游还说 因为钱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现在预计2026年可以竣工 这边的速度真的是要放在 咱们国内的话 一年可能就能竣工吧 我们现在要入场了 哇我们进来了 哇这里好漂亮啊 透出来的光 地上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米兰之家 哇上面还不错哎 哎呦好刺眼啊 我想打空梯了 孙姐有粉丝了啊 孙姐都已经被球合影了 哎你会出现在我的vlog里 到时候记得看啊 哈喽 这里好漂亮啊 怎么拍怎么好看 谁拍谁好看 谁拍谁年轻 后面 好西班牙 大老天自我陶醉 我咋这么美呢 我咋这么好看呢 刚刚我们中午吃了一盒泡面 简直是人间美味 然后我现在要休息一下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三点多 我休息一下睡一觉 然后就去旁边买东西逛街 我现在把头发拆了睡一觉 等会儿见拜拜 我们回来了 然后我又饿了 我又吃了碗泡面 然后明天上午我们明天 我们白天想去一下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公园 具体叫什么公园 我还没有问孙姐 它是她查的 然后逛完公园 我们就回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后就去购物 那我们今天先再见吧 拜拜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自由活动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今天上午要去古爱尔公园 离我们住的酒店只有2.5公里 我们等会儿打个车去 然后我今天穿的挺文艺的 因为孙姐说那个公园比较文艺饭 这个所有经典都那么好看 然后我们刚才去那个买票 它这个公园买票是 它是控制人数的 现在是上午10点 最近的入场时间要到中午1点了 我们买了两张下午4点钟的 我们就干脆晚一点再来 我们先去购物或者是去别的地方 这就是没有做功课的结果 那个刚才比奥的有一位员工 然后认出我的是我的粉丝 然后呢就是接待我们的那个员工 立刻拍了一瓶香槟 看我的待遇好吧 羡慕我 好啦我们刚才在迪奥买了东西 然后现在去古埃尔公园 现在快4点钟了 然后这是我刚才买的一个墨镜 说是爆款还挺好看的 我们进来了 然后它还有地图 竟然还有中文的地图 看一下孙姐今天的装扮 孙姐好活泼 这儿的鸽子特别不怕人 我刚刚说完它就飞了 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我不是人吗 我们现在在哪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公园里面的叫什么景点 反正就是在瞎逛 你们看孙姐非常兴奋的各种拍照 完全管不了它 我刚才买了一个冰淇淋 好好吃 就不是特别甜 但是又好好吃 哈喽 今天是到手第二天了 然后呢我们特别胸无大致的决定今天一天都购物 本来还说去那个赫罗那小镇的 我觉得好累啊 不想去了 我现在只对买东西感兴趣 然后我今天化了一个特别粉嫩的妆 我觉得今天的嘴巴好粉嫩啊 今天用了一个很粉嫩的小蜡笔 这个色号是300 我觉得好适合春天啊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蛮适合搬丸子头的 我决定让我这个搬丸子头成为我最近的常驻发型 给你们看一下孙姐的造型 走近一点 下面穿着我的靴子 我的裤袜 我的裙子 上面是我的T恤 我的外套 哎呦都没有给你们看我今天穿的什么 我今天还是穿的这个白色的外套 里面一个红色的T恤 下面就是还是我这条最显瘦的裤子 然后下面是一个白色的运动鞋 我们现在在香奈儿的洗手间里面 觉得这里面还挺好 挺好看的 真的好看 给你们录一下 这是洗手台 它三面都是镜子 哈喽 我们上午去逛了一下街 然后呢我们中午来到这个 昨天LV的那个导购的小女孩 给我们推荐的一个吃中餐的地方 叫做大众食府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吃饭了 我们已经连续吃了两天的方便面了 我们终于可以来吃正常的饭菜了 我们在这坐着了 已经点了菜了 里面是这样的 就是非常的普通 但是菜好贵啊 一个麻婆豆腐 要50块钱人民币 我们的饭来了 点了一个没菜炒饭 这个麻婆豆腐看着不是很正宗 上面都没有撒那个胡椒 花椒 啊我们的肉来了 点了一份回锅肉 服务员说挺辣的 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凯旋门的地方 应该是凯旋门的房品吧 我们到了一个商场 到里面看一看 里面好像有斯福兰 还有一些护肤品 彩妆 进去逛一下 孙姐还要帮她的妇女之友带东西 我们回酒店了 我们刚才在商场里面 雪平的一天 跟打仗一样 我的妈呀 然后它是这样 先办张游客卡 然后呢 你在里面买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往那个卡里面返10% 然后返了之后 你就可以用那个卡去再买东西 然后还要退税什么的 哦 我们最后花那张卡 整个在那打仗一样 就算着那个钱 就是买哪些东西 是正好的 然后呢 那个商品的标价吧 还跟它实际的 我们付的价钱还不一样 因为商品会打折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东西 以为把钱已经用完了 嗯 卡里面又剩了一些钱 然后我们又去找东西 花 哎呀好累死了 我给你们看 我都买了些什么 这个上面是一些 嗯 它那个商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斯芙兰 我在里面买了好多彩妆 也没有很多啦 买了一些彩妆 主要是眼影 眼影居多 一个超大的Nix的眼影盘 好像是新出的 一个two face的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我跟你说超闪 里面好多大闪片的颜色 然后这个是孙姐买的一个 比奥的香水 这个是BECCA的那个高光 应该是最有名的那个色号吧 moonstone 我买的是一个小盒的 还买了一个Nix的眼影 这盘眼影特别鲜艳 哦这个是那个fenty beauty的高光 就是那个巨闪巨闪的 然后这个tomford的墨镜 就是反的那10%的钱买的 还有最后还剩了点零头 买了一个 施华洛士奇的戒指 我们反的钱除了买了 除了买了墨镜和戒指 还买了一个包 孙姐买了一个双镜包 这个也是西班牙的一个本土品牌 好了我现在又渴又饿 我要去喝点东西吃点东西了 神再见啊 哦今天是巴塞罗那的马拉松 你看后面现在街上全部都在跑马拉松 这个大叔身上的肉抖啊抖的 好可爱 那边还有人在敲锣打鼓 这位大姐怎么已经开始走了呢 哇 哇后面来了好多人 哇还有坐轮椅的残疾人 哇塞 好好玩 好壮观 今天是我们在巴塞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啊好舍不得走啊 好舍不得这里的阳光 然后我们现在走到前面去看一下 他们前面在敲锣打鼓的在干什么 今天我背上了我的昨天买的新包包 嘿嘿 这边街道都被管制了 看这个路被封起来了 就是因为今天跑马拉松 哇考外国人真的好开啊 我们要做这个城市观光巴士 因为它是从现在一直到晚上9点 都可以随时上下车 反正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计划 现在我们上来了 等会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城市观光巴士之旅 老外的一点都不怕晒 全都坐在后面晒太阳 然后现在是中午嘛 太阳很大 我和孙姐就选了前面的这两个位置 因为上面有这个棚子可以遮一下 开始啦开车啦 然后这个车上面还有这个蒋姐的耳机 有中文的蒋姐 但是我们好像对蒋姐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们就是来拍照的 你知道你不是刚拿的吗 你是不是在那边 然后这种看法 我给您再是 你看 好 我给您看 我们来到了这个加泰罗尼亚广场 上面好多鸽子 好多人在喂鸽子 这边还有一个喷泉 我的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这里的鸽子好活泼呀 这个广场好漂亮啊 如果你们来巴塞的话 也可以来这边 来 孙姐 哈喽 哇塞 我才看到 这里好大一个华为的广告 看到没 这个海报 然后旁边好像就是华为的公司在这里吗 我们后面因为坐在那个巴塞上面太冷了 想说回来换件衣服 结果回来了以后就不想出去了 觉得有点累 现在应该是当地时间的下午6点了吧 应该有 然后我们刚才把行李基本上收拾完了 明天早上10点的飞机 但是因为要退税 所以我们要早一点过去 对 我不是跟你们说 想分享一下这几天的感受和行程吗 首先感谢品牌爸爸 这次盛情款待 就能感觉出来 这三天的这个行程啊 他们都是有精心安排过的 虽然这个行程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满啊 然后呢 Eastin的CEO很可爱 Eastin中国团队的朋友们 人非常的nice 像我中间有感觉到 就是一个是导时差嘛 很困 然后后来又着凉了 然后睡眠不好 我第二天 那天特别难受 然后颈椎病 又加重了很多 所以那天下午 去参观斯福兰 还有药妆店的行程 我就没有去 他们就让我回酒店先休息了 后来晚上 他们还刻意来问我 有没有好一点啊 什么的 还给我推荐药 谢谢你们 然后 我对他们的品牌确实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吧 我以前不知道他们品牌在西班牙本土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一的 然后他们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 他们中国团队的 不管是级别高一点的还是级别低一点的 哇 那个语言能力都非常的好 他们原来说会有那个翻译 但是我发现翻译就是他们本人 他们根本就不用请翻译 然后思维都非常的敏捷 人都很聪明 智商都很高 让我非常的佩服 感谢自媒体 让我等平常人 普通人 也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的精英 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E4丁的这款防晒水 在我自己的店铺也有上架 大家多多捧场 多多支持 30毫升的 很多人都觉得有点小 以为是小样 你们可以买50毫升的 50毫升的我觉得 就还比较合适 而且价格也比较划算 然后呢 说一下对巴萨罗那的印象吧 巴萨罗那呢 它就是一个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 它跟我们那边比啊 不能说跟整个中国比 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跟北京比吧 天亮的比较晚 天黑的也比较晚 然后空气非常的好 这个肯定不用说了 但是这边就是我们来了以后 包括像伊斯丁的人啊 还有我们去买那个奢侈品店里面的导购啊 就很多很多就是人都会提醒我们这边的治安不好 然后小偷很多 还有抢包的抢钱的 你在街上走的话就有可能就被人抢了 我们买包的前一天就有人在门口被抢了 所以如果你们来这边旅游的话一定要小心 然后这边买东西确实是很划算 好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再多的我也说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这几天也没有去什么地方玩 就一直在买东西 我们行李收拾完了 然后闲得没事 出来逛一逛 这个是我们酒店下面的一个小超市 我们来看他们的方便面都卖些什么 全部都没有见过 应该都是当地的 给你们看一下夜景 孙姐在吃冰淇淋的摆拍 后面是米拉之家 哇我这个相机拍夜景还挺好看的 哈喽现在我们要出发去机场了 哎呦好痒 然后昨天我让前台帮我们叫了一个出租车 现在是早上六点多了 我们现在在要退睡了 然后通过这个付货机扫一下 好这就 我们要登机了 让我们就在这里说拜拜吧 孙姐看看我已经有胖了吗 拜拜 拜拜 西班牙拜拜 巴塞拜拜 下次再见 哦 ç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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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